陳時中披上原住民服飾 在前副總統陳建仁陪同下 拜會東門教會 原民堂 由於八月一號就是原住民日 特地選在前一天來拜會 參加活動 系數過去擔任衛福部長 推動相關計畫 這已經是陳時中近期 第二次拜會教友 承諾讓臺北更好 拓展更多宗教票員 當然也藉助教友 陳建仁相挺 陳時中投入選戰 當然也免不了選舉攻防 針對萬華議題 藍白猛攻 陳時中讓萬華心痛 克文哲大酸 陳時中把他當 第四組參選人 刻意邊緣化蔣萬安根 晃山生 台北市的市政的改善 是我們的一個標的物 所以不免會提到現在市長比較多 那至於其他兩位候選人 因為也沒有確實看到相關的一些政見 蔣萬我覺得這個題目 他就是已經到了在消費這個題目的情況了 至於歉意的表達完了之後要起而行 重要是未來要帶給萬華什麼 陳時中強硬回擊 不過前一天公布主事決 儘管學者稱讚具有戰略觀 但也被批評是搞包裝 藍營更轟是抄襲 我不評論這場 開過於初期的評論 強調團隊會按節奏陸續端出牛肉 判更多針對市政討論 爭取市民認同 蔡先生離開軍助軍 HAPPY BORD